每年11月到隔年2月就是大湖草莓的产季 提早育苗栽培的果园 初期因为高温而延后开花 后期得利于日夜温差大 让果实饱满又扎实 植核量跟往年差不多 预计在12月初就要进入量产 一年一度大湖草莓季来了 农友们为了因应观光柴果体验 今年不少果园选择在9月开始育苗栽种 但因当时气候高温 已是花芽分化不足 或是草莓苗不够结实 叶子虽茂盛却迟迟不开花结果 随着气温转量日夜温差大 草莓生长情况渐入佳境 还好最近一个天气慢慢进入冷了 大家都知道草莓适合在比较冷的温度下去成长 最近日夜温差大 现在草莓也都陆续开花结果了 那也有一些陆续在上市了 那最近我们在国内的疫情也比较缓和了 那我们也很欢迎所有全国的 许爱采摘草莓的朋友们 可以到我们大湖来采这个草莓 今年全乡栽培品种以香水为大宗 温差大有利于草莓生长 不论外观色泽还是口感都会加速提升 优异产量与产值还是要靠农民苦心经营 上个礼拜开放民众的反应 说今年品质很不错 是不是也是就是透过我们一些生物防治 那也是让你就是减缓了一些病害的烦恼 对因为现在天气的异常 忽冷忽热 我们农民大部分都使用生物防治的方式 来改善我们病虫害的问题 今年这样感觉用生物防治的方式 减少我们那个病害的烦恼 对抗异常气候以及病害 农民栽培技术不断精进 这一季预计12月初进入盛产期 要如何挑选采摘 欢迎事先询问农会 或是直接向果园预约避免扑空